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探索地理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根据福克斯新闻网最新消息 尼亚加拉大瀑布作为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观 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前来观赏 但是今年4月8日 这里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旅游洪风 届时一轮罕见的日全石将在尼亚加拉地区上空上演 吸引预计高达100万游客蜂拥而至 让这座小城人口突然膨胀了14倍之多 面对如此巨大的人潮涌入和挑战 尼亚加拉地区政府不得不提前一个月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这是出于高度谨慎的考虑 希望能最大限度保障居民和游客的安全 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将加强我们可使用的各种应对工具 尼亚加拉地区主席吉姆 布兰德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 随着成千上万游客的到来 我们需要确保有足够的人员和资源投入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状况 布兰德利透露 单单这一天的游客量 就相当于把整个纽约市的人口 一次迁移到尼亚加拉地区 这无疑将给我们带来巨大压力 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各方位的准备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 尼亚加拉地区就掀起了一场超常规的大型动员 包括尼亚加拉瀑布市 维兰市 圣卡萨林斯市等在内的众多小城镇 都开始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 共同应对4月8日这个违和集盛会 此番违和可不是开玩笑 早在3月中旬 大量当地公职人员就已经被临时征调 统一指挥 协调现场秩序维持和人群疏导等工作 与此同时 大批辅警 保安人员也被临时雇佣 投入这场阻止拥挤和骚乱的战役 我肯定不会是一个人在加班 一名姓大卫的安保人员说 他是在最后几天临时被征兆 维持当天的交通秩序 显然这只是个开始 届时我们还将动用军警 消防 医护等割路人马 更为罕见的是 许多公共机构当天 竟也将暂停营业或歇业 4月8日 部分公共设施将关闭 工作人员将被重新分配 以处理可能出现的交通 停车等问题 尼亚加拉地区政府发言人说 我们将竭尽全力 维持必要的交通绿色通道保持畅通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全程正常运转 难以想象会发生怎样的一场交通癫痫 为防止主干道出现堵塞和人员拥堵 当局甚至颇具创意的计划关闭部分主要干道 尽管这可能加剧了部分地区的交通压力 但与全程瘫痪相比 这依然是一种不失位良策 除了人员和道路调赌 补给和通讯等后勤工作 也在紧锣密鼓的安排部署 我们已联系当地所有加油站和超市 确保4月8日期间食品和燃料供应充足 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说 而手机公司也被政府喊话 立刻采取措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网络超载压力 部分地区已安排新建通信基站 以提高网络覆盖率 避免4月8日出现网络拥堵和中断 更令人费解的是 一度传出当天尼亚加拉地区 有可能对游客采取禁酒令 这则消息虽然很快被否认 但也足以让人看出 官方对维持现场秩序的决心 与此同时 警方正全力备战 试图提前排除各种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比如有报道称 从4月7日开始 尼亚加拉警方将在瀑布公园 设立多个临时检查站 对进入区域内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例行检查 未通过安检的 恐怕无缘亲临现场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面对即将到来的重压之下 尼亚加拉地区各界人士的神经 无不是紧绷的 我从未见过如此人山人海的场面 一名离休多年的警区老工作人员感叹说 届时可能连一寸空地都被人潮占据 大家恐怕连呼吸都会显得格外艰难 4月8日的日全时 确实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大时刻 根据预测 届时尼亚加拉将成为全美地区日食时间最长 覆盖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可达上三分三十秒的全面遮蔽 对于那些痴迷于天文奇观的人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再难得的好机会 尼亚加拉瀑布市市长吉姆迪奥达蒂说 就在日全时临近之际 尼亚加拉地区已渐渐笼罩上一层紧张的氛围 从三月下旬开始 各地游客就开始分批抵达 大量房车 拖车 帐篷车等 就在距瀑布十多公里外的停车场和空地中不满 他们有的甚至在那里扎营住了一个多星期 一位当地饭店老板感叹道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争取到最佳的观赏位置 而那些运气不佳 未能抢占阵地的游客 只能硬着头皮留宿远交 有家人是从离尼亚加拉一百多公里外的私密金村赶来 但仍赶不及预定到附近的酒店 没办法 只能凑合了 这位来自宾州的妈妈说 带着孩子也迎到4月8日 即便如此也总比留在家里强 令人惊讶的是 距离日全时时间越来越近 情况也变得越发极端 从4月6日开始 尼亚加拉瀑布景区及周边地区 就已经人头攒动 处于相当拥挤的临界状态 可能是因为太多人提前抵达 加上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也汇集到这里 再加上本地居民出入 所以整个瀑布区现在人头已没完没了 一名当地居民说 4月7日 这里的人流量已远超地方政府最初的估算 很多本应作为游客接待点的空旷场地被提前占据 下榻远郊的一些游客不得不步行数公里 才能找到一个极远的视野来观看日时 我们要看这场奇观 付出一些额外的艰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一位从俄勒冈远道而来的老人说 眼看事态渐区失控 当地政府也开始给个商家 企业单位绿灯 允许他们利用空闲场地开辟临时营地 一些酒吧餐馆老板 更是直接将自家的停车场改做营地 每车每夜收取100美元的入场费 虽说各种营生之道值得商榷 但至少为游客提供了绝佳的观赏视角 反正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在营地中汇聚一块 也许更加有利于统一指挥和维持秩序 而与此同时 一些天文爱好者们 也在现场忙着装配专业的观测设备 通过天文望远镜和带有滤镜的摄影机 将能记录下宇宙奇观全过程 我们已经在瀑布区拉好了宫殿线路 只等太阳一出来就能立刻投入工作了 一名天文爱好者憧憬地说 这场瞩目的日时将于上午11点26分 到达尼亚加拉地区 届时 一轮圆月将缓缓划过太阳面前 最终使整个日面完全被遮蔽起来 直至下午12点50分左右 月球完全一开 黑暗期才告终止 届时 整个世界的目光都将集中在 尼亚加拉地区这片狭小的区域 世界各地的天文台电视转播车和新闻机构 也已做好了现场直播这一环节 不过就连现场亲临的幸运人们 也面临着一些劫难逃的窘境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 当天上午的天气情况难以把控 8日凌晨至上午10分 此地区将笼罩在一股略显阴沉的天气系统之下 届时将有间歇阵雨和多云的情况出现 这无疑将增加观测的难度 我希望那场阵雨能早些过去 一名专业天文爱好者担忧地说 要是被乌云遮挡住视野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总而言之 尼亚加拉地区之所以要提前进入紧急状态 其原因已经完全可见一般 面对洪水般的游客潮水 官方别无选择 只能全力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们希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但同时也做好应对最极端情况的准备 尼亚加拉地区应急办公室发言人说 事实上 所有的一切都已到了可以预见的最坏状态 百万人次的游客量 确实是这个地区 在未来相当涨一段时期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于这座小城来说 4月8日 注定将是不平凡而艰难的一天 但无论如何也将成为人们终生难忘的一夜 当晚上回想这一切时 也许大家都会感慨万分 那种如痴如狂的奔赴 正是对宇宙奇观最好的致敬 作为一种罕见的天文奇观 日全时自古以来就受到人类的高度关注和向往 当月球完全遮挡住太阳 形成日月合璧的短暂时刻时 地球上将陷入一种瑰丽非凡的光景 昼夜仿佛发生了短暂的导错 而与此同时 日全时也会引发一系列天文物理效应 影响到地球及其周边环境 其中 与近期发生的强磁暴事件 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我们知道 太阳是一个庞大而活跃的等离磁体球体 其内部不断发生着剧烈的电磁活动 和高能粒子流动 而日全时正是源于月球 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特殊位置 形成短暂的遮光效应 值得重视的是 在日全时发生期间 月球将完全挡住 地球所能直接观测到的太阳大气层 这意味着 地球在那几分钟内 将暂时与太阳的电磁活动 面临短暂的隔离 一旦地球失去了太阳辐射的直接照射 地球磁层和电离层 在短时间内将发生微小波动 这种微弱的扰动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从而影响到地球周边的等离磁体环境 而我们在最近的几周内 正遭受了一次强烈的磁暴袭击 其成因正是源于太阳发出的高速电子和质子等高能粒子流动 专家分析指出 未来的日全时若是与新一轮太阳药斑爆发叠加在一起 那么日全时发生时 地球周边磁层扰动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和剧烈 简单来说 就是日全时短暂遮光所导致的磁层围绕 将进一步放大和叠加上新一波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流攻击 从而引发新一轮更降的磁暴效应 届时 人造卫星电路 通讯系统 航行设备等 或将再次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 北极地区还有可能出现极光增强现象 更为严重的情况下 过于剧烈的磁暴还可能对地面电网 油气管线等基础设施构成一定风险 因此 天文学家和相关工作人员正在密切关注 即将到来的4月8日日全时 以及可能伴随而来的太阳活动变化 毕竟日全时是一种罕见而独特的天文现象 若是恰逢太阳剧烈爆发活动期 那么对地球及其附近的空间环境而言 将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磁暴影响 可以预计 虽然日全时本身持续时间很短 但其引发的连锁磁暴效应 却可能在未来数天或数周内持续存在 影响范围也相对更广 如此强烈的磁暴 将对地球上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通信和导航系统受阻 由于磁层扰动会引发电离层结构的变化 直接影响到无线电波在其中的传播和反射 所以各种无线电通信和卫星导航系统 都将面临中断或者严重干扰的风险 许多国家的航空公司不得不调整航线 规避极地地区 以免飞机机组人员和旅客遭受过量辐射 相关部门不得不暂时关闭局部地区的航班起降 机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与此同时手机通话和网络上网也严重受阻 很多市民不得不通过老式的有线网络进行联络 其次电子设备和控制系统也面临被破坏的危险 磁暴会在地球磁层内外激发强烈的感应电流 对各种电力和电子系统形成巨大冲击 一些航态设备电力系统和地下管线都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 印度的一颗卫星甚至在磁暴中失去控制 开启了自毁城市 第三可再生能源设施也遭受了重创 因磁暴扰动电力层影响到了电力层对无线电波的反射 所以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组的遥控系统均出现了故障 使这些新能源设施大面积瘫痪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损失 在此 北极地区出现了重观的极光现象 虽然极光给观赏者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 但同时也折射出磁暴的强度有多么恐怖 毕竟 极光现象的形成正是由于大量高能带电粒子流入地磁层所致 表明这一波磁暴对地球磁场的冲击程度是何等巨大 更有科学家提醒 剧烈的极光现象也预示着可能发生电力煽截 如果磁暴持续达到一定程度 就可能诱发大面积的电力系统断电 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 除了上述种种影响 这场磁暴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首先 航班延误 取消 航线调整等问题 接踵而至 影响了上万人的出行计划 由于飞机上的通信和导航系统出现短暂失灵 在一些失联期间内 乘客们也曾一度陷入惊恐与不安 在美国东北部等地区 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短暂的大面积停电 有不少市民家中的灯火一息之间熄灭 暖气和电视都相继罢工 室内温度也随之骤降 生活陷入被动遭受的被动局面 手机和网路陡然中断 对于沉浸于虚拟社交世界的年轻人来说 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 他们突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就像穿越到了几十年前的世界里 一些智慧化设备和自动控制系统也相继出现失常故障 比如路口的红绿灯莫名熄灭 还有的电动车辆被迫在半路上停驶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 一些具有生物雌性的动植物似乎也能感受到磁暴的到来 比如经历过大磁暴的猪场 那些母猪在分娩时就会比平时更加艰难和痛苦 一些先有旅程的鸽子和其他候鸟 也曾在磁暴来临前夕迷失了方向 扑腾在城市街头徘徊 即便是人类当强磁暴来临时 我们也会感受到某种异样的烦躁和焦虑 一位资深动物学家说 毕竟我们和动物一样 身体内都存在着对磁场波动非常敏感的物质和机制 他进一步解释说 动物平常会依赖于地磁场来辨别方位 寻找食物和栖息地 而人类的生物中和睡眠品质等 也可能受到地磁场波动的干扰而产生影响 一位外籍女士就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磁暴来临的前一天晚上 我总是很难入睡 半夜里还会被莫名的头疼和焦虑感惊醒 浑身上下难受极了 第二天起床后 总会感到格外的疲惫和乏力 有趣的是 在经历过一次强烈磁暴后 我的月经周期也出现了短暂的提前或推迟 他耸了耸肩神秘地笑了笑 同样住在海外的一位中国女留学生 则是抱怨说 每当磁暴来袭 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极度烦躁 整个人都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阴霾般的沉闷 连饮食也没了什么胃口 生活和学习状态一团糟 当被问及如何识别磁暴的征兆时 这位女生想了想答道 其实磁暴的前兆倒也并不神秘 就是那种若有若无的反常感受罢了 比如 早上起来后会感到格外的乏力 无尽打采 再比如 外出时 忽然对方向产生分不清的迷糊感 又或者只是莫名的烦躁 失眠和头痛 这就说明磁暴很可能就要来了 她如数家真的说 这显然已经成为了 现代人识别磁暴的一种普遍体验 可以说 我们与大自然形成了一种 微妙而奇特的共生联系 当地球母亲不安宁时 人类也会感同身受一起经历煎熬 在面对这些天文现象时 我们既不能又于无知和恐惧 也不要对大自然存有僭越和傲慢 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应对 在畏惧中保有敬畏 在探索中怀揣好奇 才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正确之道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